Hi,こんばんはたまです 今天要来跟大家分享新的NE的文法 那这一期的文法内容是比较偏书面语也是旧的说法 所以在现代生活中出现的期率是非常之低 不太会听得到的用词 但是也不是说没有 所以大家可以把今天内容当做是学过一遍 就是看过知道是什么意思就OK了 那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视频内容吧 好的那还没有开始今天的文法解说之前 如果你还没有订阅台湾频道的话一定要订阅哦 而且要在旁边的那个小小铃铛呢 按下去选择全部的通知 这样每一个星期有更新新的视频内容的时候 你将会是第一个叮咚收到通知的啦 好的那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文法呢 是何々ダニ何々もない 那这个ない后面否定形式是不一定的 你当然也可以接形容词这样子 主要是ダニ这个文法的用法 那ダニ是我们讲的甚至是什么 就是指是什么这样子 それだけ这样子 那这样子的一个用法呢 我们来看一下例子呢 大家就会比较理解 那它的接续词呢 比较多样化 你可以是名词 也可以是 自称形 动词的自称形 动词的圆形 当然如果你是用第三类型的动词的话呢 只要用前面部分 就是何々する 把する去掉 变成前面的那一个属于名词部分 动词名词部分 来连接这个ダニ就OK了 那除了这个名词 Yume 这个梦 Yume 是一个例外 大家要特别打一颗星星 因为呢 Yume的后面呢 要加一个Ni Dani 要加一个格助词的Ni Yume ni Dani 这样子 这个是比较特别的部分 所以稍微跟大家提一下 那我们接下来呢 就进入到今天的这个立文解说吧 那这个文法呢 它是有一些比较固定的用法 就来来去学说那几种的 我们先来看第一个 这个立文的部分 将来 ロボットに仕事奪われる時代が来るなんて 考えるダニ 恐ろしい 将来 ロボットに仕事奪われる時代が来るなんて 考えるダニ 恐ろしい 那我们先来看 它这个呢 是指什么 它是说将来呀 这个 ロボットに仕事奪われる 就是被取代 被这个机器人 AI 给取代工作 就不再需要人类 不再需要人手 这样子 所以以后的时代呢 就是 被这个机器人给取代之后 我们的这个人类 当然是会觉得说很恐怖 以后未来就可能失业啊 可能就是 混不到一口饭吃 虽然说 考えるダニ 就是呢 只是想而已 只是想到以后可能 30 40 50 百年后 被机器人取代的那种生活 就感觉到很恐慌 所以呢 它就加这个 考えるダニ 就是 考えるダケ 只是 考えだけ 只是思想而已 只是考虑 只是想到而已 恐ろしい 所以就会觉得很恐怖 很恐慌 这样子的一个说法 所以你要这样子用也OK 但后面呢 有一些是直接用 动词的ナイケ 就是 待会有例子 可以跟大家做一个解释 好 那我们这边就是直接用 恐ろしい 就是形容词部分 也OK的 将来 ロボットに一事を奪われる時代が 来るなんて 考えるダニ 恐ろしい 那这边的 奪われる 原型的动词是 奪う 也就指 被抢 就是被动形式 奪われる 这样子 好的 接下来 我们来看第二组的 这个例子部分 こんな事故が起きるとは 想像ダニ しなかった こんな事故が起きるとは 想像ダニ しなかった 所以这边 我们看到的 它是用 想像する 把它拆开 变成 想像ダニ しなかった 后面就是ナイケ 部分 什么意思呢 こんな事故が起きる 那这边的起きる 是自动行事 这样子的一个 车祸 事故发生 意外 发生 是想像 甚至连想像 都想像不到的 来的太突然了 这样子 甚至连想像 都不能的 就是 想像 一整句的用法 大家就会 明白了 它这个算是 其中一个固定的用法 想像 因为我们讲 甚至连想像 都想像不到的 这样子的 一个说法 所以我们用这个 有名的话也是一样 就连梦 都不敢去 梦到的 就是 不敢相信的 这样子的 一个 解释方式 所以大家明白 它的大概的用法了吗 那接下来 我们来看下一个例子 那这边有一个新的 它的惯用词就是 きがめいる 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来看 これから ニシューガホテルで 隔離生活 就是现在 疫情经常发生事情 就是 有14天 必须要隔离的时间 所以它这边 就说 これから ニシューガホテルで 隔離生活 从现在开始 必须在 饭店隔离 两周的隔离生活 这样子 想像 只要想像 还没有发生 明年开始 我就要隔离了 两个星期 这样子 所以 想像 就怎么样 きがめいる 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 很丧气 沮丧 就是 没有得出去嘛 你只能待在 饭店的房间里面 所以呢 想想 你只是想想而已 きがめいる 很沮丧 很心情低落 这样子的一个 慣用语的说明 那这个用法呢 也是一样 就是用 想像 只是想像而已 就会 什么样 就是直接加这个 类似像 情绪的慣用语 表达一个人的 情绪的状态 これから 2週間 ホテルで 隔离生活 想像 大に きがめいる 那接下来 我们来看今天的 最后一个例子 私が このような 立派な ショーを いただく などとは 有名に 大に 思わなかった 私が この ような 立派な ショーを いただく などとは 有名に 大に 思わなかった 所以 就像 我说一样 甚至是 夢啊 都没有想过 自己会这样子 所以说 私がこのような 立派な 立派 这边可以说是很 高聪的那种 就是 那一个 因为它这边是 ショー嘛 就是奖壮啊 奖杯啊 所以它是一个高等级的 立派なショー 这样子 很卓越的 很高聪的 这样子的 一个说法 所以 我呢 他就说我啊 能够得到 这样的 このような 立派なショーを いただく いただく呢 其实是 貰う的 尊敬型 它也是一样 就拿到 收到 这样子的一个 所以 私がこのような 立派なショーを いただく などとは 之类的 など 我就是 每一天 可能 發夢 都不曾想过 我会得到 这么厉害的 这么优越的 这样子 整句的意思就是这样子 所以 などとは 夢にダニ 思わなかった 所以大家可以把它记起来 这也是其中一个固定的用法 夢にダニ 思わなかった 所以这个呢 是 夢 所以它后面呢 要讲一个 你 然后再讲ダニ 这样子 私がこのような 立派なショーを いただくなどとは 夢にダニ 思わなかった 好的 以上呢 就是今天要跟大家 分享的 这个文法 虽然它的使用率 不高 但是呢 大家可以透过这支影片 就是多多少少 可以学新的 一个文法 那以免呢 下一次真的有遇到的话 至少它 你懂 它要表达的意思 这样就OK了 那希望这期视频内容呢 可以在大家在学习 日文过程中呢 得到一点点的帮助之外呢 也可以利用短短的时间呢 接触 这个日文啦 好的 那我们今天的教学 视频也已经到了尾声 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内容的话呢 不要忘记给我个大赞 然后分享去给你所有的朋友 那如果你还没有订阅 我的频道的话 也一定要订阅哦 这样子你可以第一个时间呢 说到头脑最心动它啦 那么下期影片再见 Motsukasumaでした 拜拜 拜拜 最新的医療技術を持ってしても まだこの病気は治せないようだ 好的 接下来呢 我们来单独看一下 这个おもって 另外一个意思呢 就是 以什么为期限 一般上呢 是名词的部分 一样 接触词是名词部分 你可以是以日期 或者是今日啊 昨天啊 明天啊 或者是有固定的场合 就是 以什么 以那个为期限 以那个为戒指 戒指日期 这样子 然后呢 后续就会怎么样 这样子 对 我心中的管理 是 不一样的 可以 有点 有点 我心中的管理 是 有点 有点 有点